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开始起航 这是台博之间 台湾跟博留之间 安全的旅行圈 首发团 开启后裔时代 你看在这个后裔时代当中 展开这个国庆的交流 应该是空前的 世界当然都在看台湾 这两天你看到 博留总统的抗力来到台湾 而他也来了 美国驻博留大使 林约翰也来了 不管是说总统抗力 博留总统抗力 进了总统府 或者是陆陆续续 见了蔡英文总统之外 也跟行政长苏贞昌 包括了副总统赖清德 同框 事实上 美国驻博留大使 也在前天晚上 蔡英文总统的 邀请的晚宴当中 现身了 好 这个大棋盘当中 借着经济跟旅游 所带动新的外交 跟军事形势 当然我们说 在这个经济面方面 他们完全是为了钱吗 台博旅游泡泡 只是为了金钱之间的交易吗 事实上台北之间所谓的创举 树立国际之间的旅游典范 所以有人说 如果此刻 你想要乐举走上台湾的话 是不是 就是跟台湾来个旅游泡泡呢 早上九点钟 包括陈时中跟林佳龙 就坐镇在桃源国际机场了 我们今天带你来看 因为也要跟这一些旅客呢 加油打气 要肯定他们 为什么登机前五个小时 在桃源国际机场 要进行裁剪了 那么一百二十三人 你知道他们足足等了七个小时 后继的过程当中 七个小时 一共 因为早上要去 会保两点半才起飞 足足有七个小时 旅客的精神 真的是值得肯定 难能可贵 我们稍后告诉你 我们的防疫进入了科学论证 更是进入了所谓的科技时代 稍后罗俊轩医师带来他的权威分析 不过在全球瞩目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要看的是 急着要跟台湾展开旅游泡泡 但全世界有谁 敢跟中国进行旅游泡泡呢 他的中国观光客够多了 他的旅游资源够丰富了 但是大家想跟台湾展开旅游泡泡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赶旅中国展开旅游泡泡呢 我们是透过了防疫的成就 这样子输出 但是中国输出什么呢 到处认为你是大国耍流氓 我们稍后告诉你 在菲律宾的牛二交流的最新状况 因为上百艘的船 你到底在包围什么啦 你说你是在避风啦 今天黄毅中踢爆中国这个谎言 当然台积电做出重大的宣布 取消明年价格的折让 不好意思不打折了 可是呢 他投资千亿美元要在台湾扩厂 重大的一个宣布 几乎在半导体带来了惊天动地的影响 来今天林廷辉会告诉我们最深层的意义 半导体似乎不在半导体 台积电不在台积电 当然今天邀请这几位来宾来 首先为您介绍 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张宏璐 大家好 台湾国际法学的副名长林廷辉 小薰好大家好 欢迎知识媒体人王瑞德 小薰好大家好 包括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宏璐老师 小薰好大家晚安 那医师公会全年会的副名市长 知名的医师罗俊轩罗医师 小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时事评论员黄义忠 小薰姐大家好 国民党的新北市委员叶元芝 小薰姐好大家好 疫情在烧CNN独家进入的 就是辉瑞他的实验室 而现在美国CDC甚至还说呢 四月二十四号之前呢 可能死亡人数会暴增 美国的疫情到底呈现什么呢 状况等一下叶元芝会告诉我们 包括前雄三飞弹总工程师 张成大哥会来到我们现场 军事科技在对美的军购方面 包括了工三的量产方面 都有重大的突破 而这些都获得国防部的证实 稍后呢张成总工程师 会加入我们讨论 好先来看一下大现场 拉管制区分批唱名裁剪 搏流泡泡成型 但先决条件还是防疫第一 第一次出国玩还得被戳鼻子 不讨约十位医护道场 指挥官陈锡中也现身视察 就怕有个万一旅游团出不去 旅客全员裁剪 连休息区都分流管理 机场五楼特别设置了休息区 将这些搏流团的旅客和一般民众分开 所有的人裁剪完毕之后 必须在这里等待裁剪结果出炉 红龙封锁动线完全隔离 上午九点开始分批裁剪 这几个小时那都不能去 那有阳性的关 那当然就立刻从后面的一个通道 那有救护车就直接送到医院里面去了 那这个是可以处理的很明确 现在医療医师最主要是要判断相关的 症状跟接触的一个情形 虽然我不是医療医师 但我想同住的家人 大概是一定不行 我们都有找旅行社也做过讨论 包括航空公司 所有的保险还有所有后续 就是如果有发生的时候的处置 都有这个契约 一人阳性出团就有变数 帛琉首发团意义重大 旅客兴奋之余防疫不能大意 好台博之间的旅游泡泡 只是为了经济利益吗 只是双方面为了观光利益吗 只是为了赚钱吗 事实上在全世界瞩目 台博旅游泡泡首发的过程当中 台湾的防疫更讲求是科学证据 更讲求是科技 来罗医师 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 那这是台湾跟帛琉 跟美国以及全世界 所有民主阵营 所有正在跟疫情对抗的 所有的民众 最大最光荣的一个时刻 因为这样的一个旅游泡泡 它是实质的旅游泡泡 我们在讲说台湾在这一年来 在防疫上有成 世界都看到 这不单纯只是科学 更重要是人性 更重要是科技 我要对所有的赤梅王良说 你们也许会在攻击台湾 但是我告诉大家 台湾真的做到了 这个光荣时刻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我们过去的努力 都受到了肯定 代表台湾在这个转列点上 站到世界的舞台上 柏柳总统他来到台湾 各位可以看到他 那种南海岛国的人 那种天性浪漫 天性温暖那种个性 你看看他那个温暖的笑容 多么让人感动 我们需要这样的朋友 他在公开演说里面说 他觉得当朋友是要交心的 是要真诚互动的 不能把拳头拿出来 不能够对你的好朋友 施以暴力 柏柳在疫情之前 确实受到了特定国家的 一个暴力攻击 这个暴力不一定是拳头 可能是经济上的防毒 可能是人性上的一个 恶毒的一个粗略 那我要讲的是说什么 台湾其实长期 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勇敢地走过来 我们今天看到说 台湾人能够在后继的地方 接受这些当场的 一个RT-PCR检查 历经了七个小时 然后光荣地开始这个旅程 其实我感觉到的是说 他们一定跟我们现场 所有的来宾一样 跟所有观众朋友一样 是非常兴奋的 这不是单纯的一个旅程而已 柏柳已经把国家 封锁起来一年多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这时候 台湾跟柏柳 要开始展开一个 真正实质的泡泡 这个旅游泡泡 只要一下飞机之后 马上一届沙滩 马上跟海龟 跟水母 跟所谓的无坚持的鲨鱼 say hello 马上享受的是什么 是真正的自由 它不是只有形体的自由 它更重要的是什么 是内心的自由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很希望 这样的自由 大家受够了 对某些国家的一些 苛刻的一个要求 对某些国家 无理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 欧盟很多国家在抗议 我们看到美国大使也来了 美国大使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因为这个关键时刻 是台湾跟帛琉 已经美国 在长期努力下 一个光荣的时刻 他要站在这边 告诉我们说 要让疫情成功 民主阵营 民主的体制 也可以达成 不一定是极权主义 各位 我要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台湾 这几年 我们做哪些努力 从2019年 2020年 到今年2021年 我们做了几个努力 第一个 在疫情的过程中 我们不会封锁消息 我们公开透明 我们专业 第二个 我们在疫情过程中 我们跟世界分享口罩 所以相较于 柏刘说的那个 会出言暴力 或是会有暴力行为的 一个朋友 我们是世界 所攻略的一个男孩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会把我们民众 把他绑在树干上 我们不会把他 盯在房间里 我们不会让他 在暗夜里面哭泣 到了疫情的下半场 开始疫苗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刚刚小军有提到说 这个时候考验 是真正的科技 现在我们的国人 一百人 他们踏上了旅途 到柏楼去游玩 我们的国家 还正紧密的 加紧速度的 在研发我们自己 符合我们说的 高度的一个安全性 有效性的一个国产疫苗 我觉得这是 台湾的光荣时刻 面对疫情的下半场 我们没有强迫 我们的国人打疫苗 可是我们做了 很好的社会沟通 我们让他知道说 这些疫苗 现在在世界各国 施打的状况 以及所造成可能的 不良的一个副作用 或是不良的一个 免疫反应 我们很公开的 让他们知道 我们会对着我们国人说 每一个疫苗 都是国家的责任 国家有义务 把最好的疫苗 提供给国民 我们会让他们安心地去打疫苗 不会只是对着他们唱 喵喵喵 我们会让他们知道说 这个国家值得你爱护 值得你尊重 柏流跟我们开始的 这个旅游泡泡之后 我相信其他国家 一定也会想要跟进 比如说新加坡 比如说泰国 但我觉得说 其实国人都有共同的智慧 我们民众知道 哪些事情需要动作快一些 哪些事情需要介绍小心 其实相对而言 柏流是零确诊 这些国家可能都有一些确诊 那我们目前都还有一些 零星的一个社区的疫情 但相对台湾是 比较安全的状况 所以当他们希望 跟台湾做旅游泡泡的时候 我们在光荣的时刻 也必须要介绍小心 那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再来我们还要做哪些努力 我觉得目前 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说 当这个旅游泡泡开始之后 证明一件事情是 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 被这个疫情给打倒 都维持经济如常的生活 那么下半场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让这些事情能够延续 我总觉得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很多我们说的 这个不法意图的人 一直想要破坏这个团结 一直想要把一个 很好的一个状况把它搞乱 那么在下半场我们要更小心 比如说国产疫苗的研发 将来一定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很多人讲说 我们不是疫区 所以没办法做 所谓三期的临床试验 那上次我也讲到说 其实有一些新的概念 包括COP的一个制度 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 去免去我们所谓的这种 double prime的这种 三期临床试验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要我们的专业 用科技继续走下去 那我也希望所有 所有现在跟台湾 共同开心 共同快乐的人 能够继续非常有自信的 生活下去 但是某一些在阴暗的角落 觉得很生气 在那边咒骂的人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跟台湾站在一起 我们愿意 台湾人有很大的一个包容心 愿意跟大家一起走下去 是一百二十三个人走出去 不是单纯只有百人走出去而已 在抵达帛琉之后 不要托团 不要跟当地的人进行接触 早上节点中 你看交通部长林佳楼 还有卫福部长 防疫指挥中心的 陈时中通通抵达了 桃源国际机场 PCR的检测 立即进行 很多人足足等了七小时 这也是我是告诉大家 是我们真的对于这一些旅客 那么大家上首发团 当然有人说幸运 可是真的是了不起 难能可贵 可以等上七个小时 而且回到台湾之后 还要展开所谓的居家检疫 还有十四天 难能可贵 你觉得在台湾 世界都在看的同时 我们只在乎所谓的经济利益吗 帛琉只在乎经济利益吗 你错了 帛琉是零确诊 而台湾的防疫 世界上都看得到 往后下一波 不管是新加坡跟越南 你要走上全世界 事实上台湾是非常好的选择 来 瑞德大哥 事实上 那么今天虽然是4月1号愚人节 不过 那么今天的这个观光泡泡的守航之旅 是全世界的世界奇迹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么帛琉 它是零确诊 那台湾的防疫 世界闻名 那么就在今天 我们终于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123个人在中午的时候 整个检验报告出来了以后 包括这个陈时中 阿中部长 亲自到桃园 然后很兴奋的告诉大家 这个消息 123个人全部都是阴性 这123个人里面 你看他搭乘的人里面 也包括帛琉的总统 会数人夫妻 那也包括台湾的 这个相关参加首航的 还有采访的记者 采访记者 大家也都有采访 都有这个采集等等 我相信他们已经抱持的 非常开心的那个心情 为什么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这是首发团 台湾人 台湾人 因为一年出国观光的人数 那是多到吓死人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人形容 我记得今天有看到一个采访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女孩子 她去参加这个首发团的时候 她说过去一年来 好像断手断脚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不能出去 好像断手断脚一样 当然你可以说在国内旅游 但你知道吧 可是像我在环岛 我们当然台湾 因为我喜欢开车 我们台湾本岛 因为环岛 可是问题是我环岛 因为环岛了好几十次了 你知道吗 环岛了好几十次了 以后每次都在想说 我这下一次在环岛的时候 我要挑不一样的行程 为什么 因为台湾就是这么小 当你台湾走向世界的时候 那是不一样的 那各位你要知道 以色列打得快要六成的人 他们所谓的开放 是让你到图书馆去看书 你知道吗 那你可以去当电影院看电影 各位你们去年到现在 哪件事情不能做 口罩戴着 哪里都可以去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 人家他们认为 很不得了的一件事 照我们来讲是稀疏平常 不过我还是要警告各位 那么经过不讨事件 台湾本土案例 又大概一个多月没有了以后 我开始发现天气热了以后 口罩又不戴了 你知道吗 大家口罩又不戴了 在一些开阔场所 我赞成 但是在一些比较公共场所 你还是要把口罩戴着 为什么 很简单 世界上没有一个疫苗 是百分之百防疫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次帛琉我们能去 然后去到帛琉 你看马上来了 关岛也好 来到关岛也好 新加坡 然后包业 大家都来谈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世界奇迹 不过我请阿中部长 还有包括林家隆部长 不要太快 其他的泡泡慢慢来 你知道吗 其他泡泡慢慢来 为什么 跟我们国内打疫苗要成正比 当国内打疫苗 人数越多的时候 你才有那个本钱去开放 各位 千万不要做梦 不要一无以为说 好像今天首发弹去了帛琉 对不对 好像全世界好像马上 马上到六月七月 马上全部都要开 到今年底为止 真正开放全世界的几率 是为乎其为 看看法国 法国从今天开始 再度第四次封国 然后要四个礼拜 为什么 他们确诊的人数 竟然比俄罗斯还多 所以你要知道 不要误以为说 全世界打了疫苗 小军你知道吗 美国本来不是已经降下来了吗 是 十几二十万降到四万 人家还是说拜登打疫苗有用 可是为什么突然间 又六万要往前冲 然后包括世界各国又往前冲 很简单 不戴口罩了 你知道吗 所以打疫苗是一件好事 但是你的社交距离 跟你的口罩 然后把自己保护好 那更重要 所以从今天看到台湾的这个世界奇迹 各位不要忘记 去年全世界只有台湾办了 二十九场的万人演唱会 我个人包办四场 所以也就是告诉大家 那么台湾这样子是靠你我 跟这么多的防疫人员 他们很辛苦才能够维持下来的 大家继续维持 那对于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对不对 大家爱怕婆多鼓励 尤其对帮助我们国家的这个 等于说帛琉来讲 他讲义气够朋友 欢迎大家到帛琉去玩 那个首发团你放心 这几天一定都是跟着去的记者 对不对 拍回来 你们这些不报名的 你们这些不报名的 你就等着眼红 我跟你讲 就看看人家在帛琉玩的时候 那个水母湖 那么多的水母湖 现在就OK 为什么都没有中国观光客 他帛琉是最漂亮的时候 那么也从这件事情告诉大家 要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 没有那么容易 不管这个疫苗是不是从你中国的实验室出来的 还是又要把所有的责任者 往蝙蝠身上一推 反正就是从你中国出来的 因为你中国出来的这个瘟疫 所以道成全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好嘞嘞 在我们台湾守得住 感谢这些一起协助我们走过的人 而现在我们开始大家把迎接疫苗 包括国产疫苗以后 慢慢解封 我们也要走向全世界 是你知道这次走向全世界在帛琉总统抗力 特地来到台湾 当然了可以成省当中 这家医院扮演非常重要角色星光医院 我们曾经独家火线 邀请到星光医院院长侯胜茂 那么前卫生署署长来到新台湾加油 他告诉我们台湾跟帛琉之间 尤其在过去一年当中 帛琉一度陷入那恐慌 他们的机器跟各方面人力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去因应整个疫情的状况 但是星光医院怎么样投入资源跟人力 包括常住在那个地方 医护人员是相当相当多 包括这一次会数人 抗力来到台湾 还特地拜访了马街医院 他就是马街医院帮助了 这个帛琉非常非常多的老百姓 他们希望长期之间建立怎么样紧密的关系 当全球都在瞩目同时 当看到了包括了这个会数人抗力 接受蔡英文总统在晚宴款待 全世界呈现 天呐台湾竟然可以有这样的公开的活动 世界所呈现的同时 那全世界陷入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陷入 法国总统呢 马克宏在台湾时间就在昨天在电视演说中宣布 实施第三度全国大封锁 学校又要关了 来 到底最新状况怎么回事 来一中 确实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今天没有跟国外接触的话 你只看我们台湾的新闻的话 你真的会以为一种错觉 包括今天波六这个飞机出去 你真的会以为COVID-19已经结束了 你知道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像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但是事实事情不是你们想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国外的情况 今天的情况就是 法国其实法国最新的消息是 马克宏总统宣布他们要第三波的封城 过去封过两波 那成效都不脏 那因为你知道封城对于民众来讲 是反弹非常大的 包括学校都不能去上课 然后上班都不方便 所以其实封城对这些外国的元首来讲 那是最不得已的举措 可是不得已 因为马克宏说他不能不封城 因为法国的现在情况是 六千多万的人口 确诊已经达到了将近五百万 那死亡已经超过将近快要到十万 所以他如果再不这么做的话 虽然现在大家又觉得说 不是疫苗都打了吗 你们跟欧洲打 对 疫苗虽然有打 可是就是怕就是说 民众认为说打了疫苗以后 那他原本的那些SOP的防疫 包括洗手 包括戴口罩 他们都没来着 所以马克宏不得已宣布说 他们必须采取这个 比较强硬的措施 那其实把镜头转回到日本 除了欧洲以外 我们来带回日本 那日本是这样 大家知道日本的情况是 现在确诊已经达到了四十几万 那死亡也将近一万 那日本之前曾经宣布 因为他们情况严重 那所以他们曾经宣布了 紧急事态宣言 可是他们在三月中的时候 把这个所谓的紧急 因为紧急事态宣言就相当于封城 那他们把这个紧急事态宣言 给放弃以后 你知道这几天 日本的那个确诊数 又开始独见标准 你看这个数值 这是比较靠近的这几天 原本都还好 可是你看这几天数字又往上走 就表示说日本 放弃了那个紧急事态宣言以后 事情又大掉 所以你看日本现在怎么样 大阪府跟他们现在改宣布说 可不可以进行首次的 所谓的防止 大阪府的政府说 希望中央政府来做一个叫做 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这个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宣布紧急事态宣言 因为已经取消了 可是我们用类似的紧急的措施 来确保就是说 这个国家可以继续 不要让疫情攀升 因为事情有什么 你怎么知道 因为现在樱花季 现在春天的话 日本的樱花季 日本他们的习惯就是说 他们除了看樱花 送樱以外 他们还有一些欢送会 日本的那个企业文化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他们现在最多 然后他刚好要取消了 那个紧急事态宣言 所以变罪他们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聚会 聚会的结果就是 你刚才吃东西 你不可能带口罩 你送樱花你怎么可能带口罩 所以事情就是说 所以为什么你看 包括大阪的政府 都疫情中央政府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一些 比较严重的措施 不然学者预计说 他们将进入第四波的疫情高峰 所以日本的事情也很大条 那除了日本以外 我们把镜头切到 南亚的那个印度 你看到印度现在发现什么事情 印度的疫情 印度13亿人口 现在那个确诊人数 已经1200多万 那死亡人数有16万 1200万确诊 印度13亿人口里面 有1200万确诊 死亡有16万 现在就是说 现在大事就是说 印度刚好是最近 是他们的合力节 刚刚的画面 我们可以带回一个画面 他那个喷洒 这就是合力节 前面是合力节 又叫撒红节 这是印度教的一个特有的祭典 这个被称为世界上 最缤纷的节气 你看他们都会互相 破产那个彩色的存在 因为这个是这样 他们的典故事说 因为为了迎接春天 然后祈祷这一年的福音丰收 所以印度人都会在这个时间 全部在街头上互相撒 而且这个很妙 过去印度大家如果历史学过 既有种性制度 是阶级森严的 但是在这个合力节 这个传统以下 即便你是低阶的人 你也可以对那个高阶的这样撒 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全国的欢庆 但是大家注意看 他们会有挂口罩 没有挂口罩 他们的欢庆在开趴着 他们都会有挂口罩 13亿两口 你开趴着趴着四人 所以你看看 大家很欢迎 好像都忘记疫情这件事 我刚才讲 他们确准已经1200多万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各国 然后所以最后难怪 你知道 美国的那个CDC主任 他其实最近一副一份报告 他就讲说 他们只讲说 辉瑞疫苗跟莫德纳疫苗 其实打一剂就有八成的保护力 那打两剂当然可以到九成 可是他特别讲调一件事 他说我害怕极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人就是觉得说 反正我们有疫苗 反正当的时候自己打了疫苗 好像天下都太平 所以根据那个CDC 美国CDC主任的报告是说 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美国每天单日确诊的数量 都已经达到6万以上 增加了10% 这个什么概念呢 这个6万就是回到去年10月 美国疫情最严重的比例 是 来我们就来看 美国最新的日增的趋势图 同样非常惊人 来叶元智 从美国的最新画面里头 的确 最近这个美国CDC的 这个主管特别提到说 有感觉到事件末日 今天来自于CNN报道 CDC的美国CDC最新预测 说到4月24号 不好意思 今天是四月趁热 他说四月十四日 大概五三个星期的时间 美国当地会增加 三点三万人病死 病死 CNN还独家进入了这个实验室 美国最新疫情的状况 我们看到我们首发团出去了 台湾跟帛琉 帛琉还是零确诊 那当然台湾的疫情 目前都还在控制的范围 可是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 美国疫苗在打 为什么疫情还持续烧呢 来叶元芝 对小金姐 美国现在的确是进入到 第四波的疫情 刚医中长没有错 美国CDC的主任 他其实强忍的泪水 他跟大家讲说 大家再忍一下吧 再忍一下好不好 我相信我们那个未来 希望会来临 为什么因为 他会觉得感觉到 世界末日的原因是 他们认为疫苗已经打了 应该要有效 可是为什么疫情 不只是没有下降 反而是提高 最近一个礼拜 美国的疫情 提高大概百分之十到二十 这个中间 所以是有死灰复燃的状况 CNN有一个独家新闻 CNN有一个记者 他本身是一个医师 叫古墨医师 他进入了辉瑞 辉瑞在密西根州的 这个实验室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进到里面之后 那个实验室 你跟大家解释说 他们在干嘛 他们在生产疫苗 这些人都在生产疫苗 而且是非常大规模的 生产疫苗 他们现在一周要生产 一千三百万剂的疫苗 而且他们希望每一周的量 可以增加到两千五百万剂 意思是说未来 在辉瑞的实验室里面 一个月可以有一亿剂的疫苗 为什么要这样子加紧赶工 就是希望美国的人 可以赶快来打疫苗 现在只能说把这个希望 寄托在这个疫苗上面 然后根据辉瑞的总裁 他的说法 他讲说我们这个疫苗 经过实验 十二岁到十五岁的保护力 是百分之一百的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美国现在就是 很多年轻人都不怕 他们不戴口罩 而且美国之前是春假 那接下来又有复活节 很可能这些年轻人 上街头之后 通通都不怕 所以现在就是寄望说 赶快来打疫苗 打了之后可以对这个疫情 有一些抗衡的作用 那美国的佛奇也讲 说现在美国人的疫情提高 其实是因为过去太松懈 那美治只要一看到病情 有稳定就会再往上攀 那为什么大家觉得说没事 我没事 所以佛奇现在就指出 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而且佛奇还跟拜登讲 因为他们有那个显示 说共和党的男性 很不喜欢戴口罩 所以佛奇还说 拜登你可不可以跟你们的 自自的讲一下 请他们戴下口罩吧 而且也是因为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街头 假期之前 比如说佛州的海滩 或者是其他州 像德州这些 到处都是年轻人 然后群聚没有戴口罩 更可怕的是 拜登他现在已经宣布了 希望各州 可不可以重新再规定 大家把口罩戴起来 而且要求大家 尽量不要解封 可是美国有些州 就是不理拜登 像那个阿肯社州的州长 不只是没有延后解封 他提早一天解封 然后也没有听拜登了 所以现在拜登也是 头在烧 那拜登现在 他有产出一个承诺 就是一百天希望能够打疫苗 可以达到两亿剂 那目前美国也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最后的希望 也只能寄托在疫苗 以及美国人自发自动的把口罩戴起来 非常谢谢原汁 而我请教的是罗医师 我们的AZ疫苗正在打 而且昨天有做出最新的宣布 四月六号等于在下周 要扩大有三大族群的开放接种 不过现在有人很担心十一点七万剂 好不容易进来了 医护人员到目前为止打了一万两千六百多人 你觉得这个数字里头代表到底是多还是少 那接下来要开放 也有人特别提到可能会有时效的问题 因为疫苗本身有的时效 会不会到时候没差浪费 来 罗医师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关键性的问题 不过我是觉得认为大家不要用二分法 去思考说到底是多还是少 我们回到台湾时期的状况 因为现在开放的第一波的一个施打 确实是第一线高风险的一个医护人员 那不要忘记是说 就像今天这个台博的这个旅游泡泡 其实医师人员从疫情的一开始 就限制出国 那主要是因为医护人员一个更重要的一个 对国家的一个责任是要把疫情控制好 而且自己也不能够把国外的病毒带回来 所以变成所有的医护人员 他其实都没有出国跟其他的病毒接触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国内确实 疫情是非常舒缓的状况 社区没有病毒 所以就变成说 当大家有足够的这些知识的时候 他就会去思考 到底这个疫苗怎么打 什么时候打是最好的状况 那我一直在讲说 其实疫情的防治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回归到科技跟人性 所以我们要去尊重人性面的考量 那我认为说现在 国家现在做的这个调整很好是说 既然我们还有时间 这些疫苗也有所谓效期的问题 赶快把一开始说的风险等级一二 拓展到其他等级 那让想要打的人开始能够接到这个疫苗 我觉得这是好事 为大家看一个图 看完这个图 大家可能就比较清楚我刚刚说的问题 这个是欧盟欧洲的地图 那上面有很多的社会我等一下解释 那上面这个是Science科学期刊 它总是会在关键的时候 赶快在网站上面 把一些新的知识告诉我们 那它现在就在讲什么 它在讲说我们之前在讲说 AZ造成的这些 很罕见的这些血栓的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呢 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疾病的命名 这个叫做VIPIT 它说就很像过去 所谓的这个HIT Hepalins Induced的一个 酸波Cytopenia 那这比较专业到没有办法翻成中文 可是它说就不是一开始我们认为说的 所谓DIC的状况 那要说什么呢 说其实科学的进步是 每天在滚动的 那么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要把这些所谓血栓问题把它理清 包括有没有超过背景值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他刚刚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病名 他就发现说 好像只有在德国 德国的经验是 它确实比背景值高出一些 CBSD在德国 从百万分之二到三 增加为大概是五到六 那所以它增加了它的人数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我这边画了很多的色块 大家想说AG倒比较大 有人在讲说 我们国家怎么买次级的疫苗 我跟大家讲说 AG疫苗绝对不是次级的疫苗 整个欧盟都在打 整个欧洲都在打 这里面有几个色块 大家看 如果是灰色的 各位看灰色 这包括什么 包括波兰 捷克 包括匈牙利 保加利亚 这是从来都没有停过 从一开始打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那么有一些像是绿色的 绿色的 各位看就知道 就是西班牙葡萄牙 曾经停打过 但是后来确认说 其实没有造成背景值增加 血伤没有那么多 只有一些砍尽的CBSD 而且有人种上的一个差异 所以它就继续打 还有些什么 还有一些是只是停用了某种 AG疫苗的一个批号而已 它其他都在打 那更重要是什么 目前有两个国家 它比较严格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这两个国家 他们是针对这个年龄 某个年龄以上可以打 譬如说德国说60岁以上可以打 法国说55岁以上可以打 所以我要讲是 你看整个欧洲的土地里面 只有什么 只有挪威跟丹麦 他们是停打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疫苗 那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我们现在开始的 这个所谓的AG疫苗的施打 其实也是在帮我们往后的 疫苗的一个施打流程 包括国产疫苗的一个推动 做一个暖身的动作 台湾确实疫情没有想象那么严重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间 能够把事情看清楚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部分 要去宣导就是说 民众其实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要去思考刚刚是假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些疫苗选择 可是不要忘记刚刚原知说的 整个世界因为打疫苗之后 疫情好像没有减缓 各位不要忘记 疫苗打下去不是百分之百 更重要是什么 更重要是我们台湾在一开始 就引以为要的公民素养 我想请教院长 政府是否应该让人民 针对这个生命安全的事情 有告知的义务 应不应该 谢谢委员 人民有知的权利是应该的 但台湾防疫是成功的 民众期待是一个愿意沟通的政府 苏院长也常常说愿意坦诚 务实的跟民众沟通 但是沟通跟宣传是两回事 我要提醒院长 我们现在卫福部做的很多都是宣传的工作 宣传是单向的 沟通是双向的 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要听听在野党地委的声音 然后双方你来我往 把问题增结搞出来 这才叫沟通 委员 台湾防疫做到世界第一的卫福部 被你讲成这样 我觉得不但会让国际笑掉大牙 而且你讲得很不对 我觉得卫福部这一年多来 保护人民健康 防疫做到最好 如果政府有做得还不够好 我愿意再继续努力 不过把一个卫福部讲到说没诚信 讲到他做得不好 只有大内线 我觉得硬邦邦的数字 台湾防疫做这么好 也请你肯定一下 但是对疫苗后半段做的 真的是反反复复 全民看在这里 我想陈部长自己如果说 你还做得很好 你一定会心虚 这个防疫没有分前半段后半段的 也正因为防疫做得好 人民施打意愿低 因为他不觉得有那个必要 另外一方面疫苗的采购 因为不是直接超支在我 这是一个卖房市场 全世界都在抢 刚刚小菁也有提到说 像美国出现问题什么 共和党民主党 中央的这个州政府 跟这个中央的联邦政府 跟地方的州政府炒来炒去 从美国疫情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 这两件事情都是台湾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 我相信我们国内 我刚刚说的所有人都要归队 都要进到台湾队 台北旅游是很开心的 赶快进到我们说的国家队里面 不要在旁边说三道四 不要在旁边等着要攻击 不要提到什么狐狸尾巴露出来 不要说休想打到疫苗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言论 回到国家队大家去努力 把这些我们引以为傲的 很重要特质把它实施下来 我觉得就算现在我们疫苗 没有打得很快 可是我们会后发先制 因为现在国际上一个新的看法是 他们已经不是完全相信 所谓疫苗打与否的问题 他们更相信是实质 是有没有造成所谓抗体的生存 是 那这个有原因是因为 有一些我们说的变种病毒的问题 有一些是打疫苗之后 可能有五六个月 慢慢疫苗 这个造成的抗体会衰败 衰退的问题 所以有这些现实问题之后 他就回来思考说 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Buymarkers 可以把这个一个人的一个 房屋里看得更清楚 那我认为说 我们现在国家不是疫区 可是呢 就是因为没有兵荒马乱 我们可以用更科技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疫苗的效率 那我觉得说大家要一起有信心 一起面对疫情的下半场 是 那今天有一个最新的确诊案例 我请教师罗医师 这是竹科的汉民科技 有一名业务主管 是 他确诊了 那证实案是1026 当我们看到昨天在CDC 公布了新增的六例的COVID-19 境外移入案例当中 这例是七十多岁的男性 因为长期居住在美国 在新竹科学园区的汉民科技 证实的确是他们的员工 第一时间已经启动 所在紧急应变行动小组 在全台湾的厂区里头 他们启动有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这昨天所证实 目前从他的疫调当中 有进一步的一个发现吗 龙医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个案 他告诉我们什么 刚刚讲的 如果你可以把你最重要的公民素养 把它维持好的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你被病毒突袭 你都不用怕 因为各位我们的国门 从来就没有完全封锁起来 我们还是有我们国民 会在当中去进出 还是会有一些商务的一个旅游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移工 可是每到他进来台湾之后 藉由我们很好的一个居家检疫 藉由我们很好的公民素养 就可以让这个病毒的传播变得很困难 各位病毒进到台湾 其实最辛苦的 他左碰右碰 就觉得说奇怪 为什么在其他地方 所谓的R0值就可以大于1 到台湾他就会低于1 因为不管他今天是不是在科技厂里面 他就算是在我们一般的 我们市井小民所会碰到的一个公共环境里面 大家如果把口罩戴好 把手洗好 这个病毒很难传出去 那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个案其实是一种突袭 各位不要忘记当初 布桃案件也是突袭 当你觉得很放心的时候 突然就个个案让你吓一跳 那只是说这个个案 它不是发生在我们说重中之重 专责医院里面 所以我们不用那么担心 那以目前来说 所有的人该隔离已经隔离了 那么加强了自主的健康管理 我相信这不会造成一个 重大的一个疫情风暴 是罗医师还有一个问题 1.4万人目前为止 AZ在接种1.4万人当中 所增加说新增加一件疑似 严重的不良事件 目前为止所谓的一个副作用里头 会呈现什么样的情形 今天CTC告诉大家 1.4万人里头 有一件新增加一件 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这个不良的反应 就是说我们打疫苗 一定有一些所谓的正常的 一个免疫反应 譬如说那天那个静怡 她说她打完之后 觉得说全身都酸很无力 回去就赶快就倒头就睡 那这是正常的免疫的反应 因为毕竟就是有一个外来物 进到身体里面 它要诱发你身体一个免疫反应 那我们所谓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是说这个反应会造成 人体实质的伤害 那所以像之前讲到说 比如说像AZ 它在欧洲造成所谓CVST 这种不预期的血栓事件 可能让大家会担心 因为你如果救治太慢 也许这样的问题 就会酿成什么 生命上的一个丧失 那另外一部分是说 我们之前讲辉瑞 或是讲莫德纳 可能造成什么 造成我们说的这种过敏性的休克 因为进去之后过敏反应 然后造成自己不能够呼吸 那这也是一种 我们觉得是要紧急处理的状况 可是我要讲的是 这些疫苗 他们经过了所谓的安全性 跟有效性的一个 严格的一个测试之后 它会把它的所谓的不良反应 压在一个很低的数值之下 譬如说我们讲说之前 我们以前常常打的流感疫苗 它的所谓的 这个严重的一个不良反应 就是压在所谓的百万分之一 那么当初灰认大会担心的是说 好像高了一点二十万分之一 但是都不是到那种不能理解 不能接受的数字 只不过这些数字 如果在美国 因为美国的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他们的接受度 可能稍微高一点 可是到台湾 台湾标准可能更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除了现在 加紧在采购国际疫苗之外 还一直要把我们国家 自己能够生产的更安全的疫苗 能够把它研发出来 因为台湾究竟与其他国家不一样 台湾在生计 在人民健康的要求比其他国家更高 所以我认为说 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些我们说的所谓不良反应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我们谨慎的观察 那我相信说 之前有议员 在这个国会电堂说 好像我们国家只会宣传 不会沟通 是 吴思怀立法委员这么说的 这段影片其实我看三次 我是想说其他到底有没有讲错 搞不清楚 我就觉得说不会啊 其实蛮会沟通 而且每天都在沟通 时时刻刻都在沟通 甚至当别人无理取闹的时候 你也在沟通 甚至当别人无理取闹的时候 你也在沟通 比如说那天说打针 院长打针 一看也知道真心诚意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院长跟民众一样 我愿意一起来承担 而且我认为这是安心的 让大家放心的疫苗 结果就有人要补负 所以你说 那个好像看起来针头是假的 好像已经换过了 为什么没有直播 为什么把门关起来 是不是 所以我都觉得说 如果你用一个奇奇怪怪的心理去思考 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都有问题 还有人在议场说什么兵不厌诈 我都觉得很奇怪 现在是在做一个防疫的事情 又不是小孩子在玩伴家家酒 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呢 所以回归到一个理性 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些事情要更深入 而且要知道 我们必须要严谨看待 因为每一个不胜 造成都是国家重大的损失 是 来 谢谢罗医师告诉我们 事实上台湾成功输出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防疫的成果 但是呢 这是世界所肯定的 那中国输出什么来 我请教张雨昕老师 中国在输出什么呢 在牛二胶里头的争议里头 我们看到很恐怖 因为包括了美国跟菲律宾的国安人员 进行通话里头已经告诉大家 菲律宾对中国这个船只一直用非法集结的方式 是在南海的刘二胶 他们已经表达严重的关切 你看这是国安顾问苏利文 已经表达非常关切 一方面除了派这个战机飞越船只上空 要求中国全面你要撤离之外呢 这个国安顾问苏利文证实说 他们跟菲律宾的国安顾问通话之后呢 会密切配合来因应整个南海的最新状况 可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最新的一个状况 这个船只有多嚣张 如果中国的海上的民兵船 已经进一步扩充到菲律宾 占有的自由群岛的话 怪了呢 中国你输出什么 你以为你是大国 你就可以耍流氓吗 来张医生老师 我先为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状况有多么的严峻 整个三月份 中国的海上民兵 基本上集结在刘二胶 这个附近的海域 根据菲律宾西 菲律宾海工作小组 所做的这个说明 三月七号大概有220艘 三月二十二号一百八三艘 三月二十七号一百九十九艘 到三月十九号 还有四十四艘的中国民兵 停留在附近的海域 你真的以为就有牛二胶吗 不是的 在西门胶也监测到 一百一十五艘的中国民兵船 中叶岛还有呢 所谓的这个储币胶 就是自由群岛 美济胶 永属胶 储币胶 都还是有五十多艘 除了海上民兵之外呢 在这个美济教附近呢 还有中国这个解放军的 这个军舰 这告诉大家什么 台湾发生的事情 或是呢 这个钓鱼台海域发生的事情呢 都不是偶然的 简单讲 中国一直在周边海域 去做所谓的灰色冲突